今天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 这个朋友我们暂且叫他JT JT大概和很多人一样 熬过疫情后 以为一切就会好起来 赵冠丽德在2022年最后一天许愿 希望2023年能对他好一点 结果2023年不仅没有对他好一点 还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过肩衰 JT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在疫情期间练完研究生课程 毕业的时候赶上了全球经济低迷 通货膨胀 还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失业潮 曾经最吃香的电脑工程师 都大批大批被裁 更别说JT这种艺术类专业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一毕业就碰壁的他 最穷的时候卡里只剩下500美金 连租房的押金都要跟朋友钱 一开始他只能从各式各样的兼职做起 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做六份工作 餐厅服务员 奶茶店 乐器销售 大学助教 培训班老师 餐厅和酒吧的主唱歌手 甚至是Uber 4G和外卖小歌 那段时间算是他最辛苦的一段经历 在餐厅端盘子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验 手指经常会被撒出来的热汤淋到起泡 可是繁忙的餐厅没空让他搅停 路过制冰机随便抓一把冰块捏在手里 又继续来往后处和大厅传菜 动作慢的时候会被厨师呵斥 偶尔也要面对某些脾气不好的客人的刁难 不过 这些再辛苦也都只是皮肉上的辛苦 在这一剃心里 只要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而这一年击垮他的 不是生活的艰辛 而是心灵的创伤 今年年中他病了 一开始他整夜整夜失眠 最严重的时候有72小时没有合眼 慢慢的他反应开始变得迟钝 开车经常走神 有时候会不小心闯红灯 吃东西渐渐觉得没什么味道 大部分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甚至连痛感也变得迟钝 每天除了走神就是在思考死亡 他被诊断出双向情感障碍 伴随着中度抑郁 医生说会出现这些症状 是因为他大脑没办法分泌 一种叫做serotony的东西 所以他每天都压抑得胸口发闷 吃了药后他终于能睡了 可是每晚都做噩梦 梦里面出现的都是他自己 被父母凌迟的现场 他想反驳 嘴巴却像被粘上胶水一样出不了声 每次他都像窒息一样的惊醒 醒来的时候背上都是汗 他每天都要承受类似的精神折磨 而这种折磨是他自己没办法解决的 他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那段时间JT突然觉得很惭愧 因为曾经他是很鄙视和不了解抑郁症的人 他觉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想不开的 但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才知道这种感觉是有多无助 而如今还有很多人跟你以前的他一样 根本不了解那种无助 有的只是觉得你矫情 所以JT选择不跟任何人说 包括他身边最近的朋友 他觉得没人能帮得了他 说出来就会让别人笑话 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他身边的朋友 对的 典型讨好新人格 他怕麻烦别人 即使后来身边的朋友都发现他情绪上的变化 每当问起他怎么了 他都会说没事 其实他很不喜欢别人问他怎么不开心 他懒得讲 也不想回忆和重复那些让他创伤的事情 他也很怕别人问他最近心情有没有好点 他除了回答有的 并没有第二种答案 他觉得如果说没有 他又要花更多的力气来照顾问的人的感受 他不想让别人觉得白费力 其实他最讨厌的还是别人跟他说 开心一点 别老是闷闷不乐 他也想开心起来啊 可是大家只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 而没有教他怎么做 他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能让他开心的开关 他绝对永远开着 不会关掉 可事实上 他的情绪是自己没办法控制的 JT的其他并发症也相继出现 比如胃脚痛 起初没有医疗保险的他 每看一次医生都是一次大出血 一次的看诊挂号就要300美金 后来他发现他连病都生不起 乌漏偏逢连夜雨 9月份 他被裁员了 那份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他安慰自己 其实也是好事 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他再也没办法继续晚上12点 坚持和中国的同事开视频会议 早上5点要起来和欧洲的客户开会 朋友告诉JT 不妨试试录一些视频日记 把心里的话跟视频里的自己说 以后再自己回看 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经历 他试了 可是每次打开视频说几句就哭 他就一直哭啊哭啊 完全没有缘由 甚至有时候躺在床上 他会突然感觉脸颊和脖子 这么痒痒的 用手一摸 原来那是眼泪流到脖子上了 尽管这样 生活还是没给他停下来 照顾自己的机会 他的崩溃只能在自己 独处的时候拿出来 只要以走出房门 擦干眼泪 戴上面具 该工作工作 该假笑假笑 我在纳闷 这么多年 JT一直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什么孤独十几表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入门 每一次生病 都是自己一个人照顾自己 甚至经历过许多危险的瞬间 他一直都是只身一人在面对 他已经长出了足够坚硬的盔甲 去对抗这个世界 而这次到底是什么东西击垮了他 JT说 他之前一个人能毫无畏惧地闯世界 那是因为他觉得 就算天塌下来了 还有个家在后面给他撑着 结果 这次颠覆他三观的 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他得到的不是自己至亲的帮助和宽慰 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羞辱和讽刺 他一度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 他太高看了自己在父母心目中的位置了 他信了全天下的父母都是无私的 信了全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他太自信了 以至于当他发现 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是有很自私的父母 他没办法接受这个真相 他跟自己的家庭分开了很多年 这么多年他都带着原生家庭 对他孩童时期的影响在活着 随着年纪渐长 他也花了很多年去跟自己和解 尽量去理解小时候后父母对自己的忽视 去谅解父母对自己童年的伤害是无心的 他走过了那么多地方 遇到了那么多人 他以为他的阅历足够让他成长 但是在他心里深处 他一直想弥补这一块他曾经缺失的东西 他期待多年后的重逢 期待见到自己父母 更期待父母看到他如今的成长 认可他并且疼爱他 他也希望能和父母多年来的缝隙 可以得到修复 可是希望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 久违的重逢换来的是最尖酸的讽刺 他没办法接受为什么自己的至亲对自己说的话可以这么的刻薄 这么的恶毒 他的父母自称是全天下最好的父母 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接受到的都是恨 恨他这里不行 恨他那里不好 他的父亲恨他失败 恨他没钱 说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是硬道理 其他都是假的 他的母亲质问他脸皮为何如此之厚 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 还要不要脸 他的父亲说 老家那些三四十岁还没结婚的人 父母都当他们死了 他的母亲又说 你如果敢死在这里 你就是汉奸 卖国贼 背叛你的国家 背叛你的家庭 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句的每天对他实行无数场凌迟 他的父母似乎目的就是要把他往死里说 恨不得每一句话都能找到最戳心的来个应他 要么止丧骂怀 要么阴阳怪气 JD说 他被社会毒打这么多年 他并不是听不了这种话 他只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话 竟然是从他父母嘴里讲出来 而且是他在最困难的时期 而这一次 在他心里 又会是一辈子 当他听到他父母在房间里窃窃私语说 再忍他几天 回国了就跟他断绝关系 以后都别来往 他当下脑袋嗡的一声 心脏像快跳出嗓子眼 那一晚 他一夜没合眼 那一晚 他的心凉得很彻底 JD心里知道 他要承受这些羞辱 最大的原罪就是 居然可以过了三十岁还没结婚 这是他在他父母眼里 最不配为人的罪行 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他试图去尝试理解 他父母生活在一个小地方 周围接触的人和思想都比较逼色 可是他再怎么努力尝试与自己的父母沟通 他的父母还是选择去相信了那些人的鬼话 做了这些鬼事 最离谱的是 他们崇尚读书无用论 说读书越多的人越自私 他真的很想知道他父母每天接触的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而在他父母心里 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就代表了全社会 代表了铁的真理 JT的父亲无数次跟他说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说 所有出了国读书的人 都会变得面目全非而不自知 全部都是不忠不孝 自私自利 抛弃父母的不孝儿 然后 他的父母便风魔般地假定了自己的儿子 就是这样的人 带着满腔怒火 对着自己一头雾水的儿子就是一顿猛烈抨击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母 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听信别人 而折磨自己的儿子 他更不明白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 为什么能吃饱撑得没事去嚼这种挑剥离间的蛇根 后来 只要有亲戚朋友以长辈的姿态来教育他 他都直接把对方的微信拉黑 当他父母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 他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年他做的很多努力 其实很多都是为了给自己父母争气 给他们挣脸 他自信地以为他做到了 而如今从他父母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三十几岁没结婚的羞耻 他战红了脸跟他父母说 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给你们长脸啊 他的父母一唱一和 你给我们长了什么脸 在哪里列出来 JD是个脸皮很薄的人 被他的父母这么一说 他哑口无言 一段他内心期待的久别重逢 最后竟然变成这样满目疮痍的收场 他说 曾经在他当服务员的时候 他看着别人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 心里无数次幻想 自己也和父母坐在同样的餐桌上 有说有笑 父母看着他用流利的外语帮他们点餐 心里满是自豪 他也无数次幻想过 牵着自己父母的手去看遍世界的每一个景色 而他能看到的在父母的眼里 更多的只有慈祥和欣慰 他一直在为这一天准备和努力 而真正到了这一天 换来的却是一路的抱怨 指责 嫌弃 他父母抵达的前一天晚上 他兴奋地睡不着 第二天早早地买了树花在机场等待 毫不夸张地说 在他还没有见到父母出来之前 他早已热泪盈眶 更别提 从父母到达的前两周 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做攻略 订酒店 买门票 他甚至 生怕自己的车 父母坐着不舒服 特地去租了辆更大 更好的车 这一切的一切 他连一句谢谢 或者儿子辛苦了 都不配得到 为了能更好的陪二老游玩 他跟公司请了两周的假 安排了一次西海岸的公路自驾游 又是当司机 又是当导游 而整趟旅程 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天伦之乐 而是没日没夜的思想批斗 他们无心游玩 全程只是想着如何批斗自己的儿子 就算再美的景色也并不会在他们眼里停留片刻啊 最后 只会演变成了对整趟旅途和所有景色的嫌弃 而最后一天的临别 睡在客厅沙发的他 依然要遭受早上六点被自己父母强行叫醒 他们恶狠狠地说 别睡了 给我起来 带我们去玩 这么多天都没带我们去哪 而这一天 他开车去机场的一路上 一句话都没说 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任凭他父母在车上一路骂骂咧咧 他已然变成了一具麻木的躯壳 在他抑郁的那段时间 他曾一度很偏激 他希望用自己的死 能换来对他父母下半辈子的报复和折磨 有人跟他说 你又高看你自己了 你父母并没有你想得那么爱你 你死了对他们造成不了折磨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人也是点醒了他 算救了他一命 后来他想通了 这样也好 如今他终于不需要再去为了讨好自己的父母而左右为难 也不用为了满足他父母的虚荣心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他终于可以做回自己 或许今时今日 他的父母还在和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一起议论 他们会说 看 我就说吧 这孩子出了国就变成鬼 事到如今 JT也不得不成全他们的异想 成为他们口中的那种人 同时 他也不想再默不作声了 他不想有一天他死了都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听信一面之词 继续去指责他 他不想连做鬼都还要背锅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父母对婚姻有那么大的执念 他们大部分人自己的婚姻本来就一团糟 而为什么有的人只因为没有去配合完成父母的执念就不配做他们的孩子 JT的父亲说 做儿女的注定永远都是欠父母的 说不想欠也已经欠了 一辈子都还不完 听到这种言论 我在想 既然有这种观念 那为什么还要生小孩 然后一辈子觉得自己被亏欠 还要接着逼自己的小孩生小孩 突然想到 何以为家里面的赞恩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 他们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生下来 假如一家人都要这么斤斤计较 那到底是谁欠谁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一个人来 一个人走 谁还能真正地陪你一辈子呢 只是在JT心里 有个世界上最孤独的 不只是落魄的时候没人陪伴 还有当你获得成功的喜悦 却发现没有人可以分享 可是这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常态 他已经失去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这么多年 我看到的只是JT的皮毛 他经历的苦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多一百倍 但是 他没被我们看到的生活 也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精彩一百倍 最后JT告诉我 父母容不下他 但是世界之大容得下他 或许从2018年 他踏上了这趟航班 就注定了他一辈子 要一个人流浪的宿命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